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在美国加州城市盛河赛举行的Revencing AI活动上,正式发表MI300系列加速器产品。 AMD CEO苏兹峰表示,AI是过去50年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将有力推动在健康医疗、气候研究、AI助手、机器人、安全、内容创作等领域的创新。 其实早在今年6月,AMD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技术首应式活动上,苏兹峰曾强调, AI作为AMD第一战略重点,存在大量的市场机会,最大机遇来自数据中心。 彼时,AMD预计,来自CPU、GPU、FPGA以及其他AI数据中心业务将推动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300亿美元增加到2027年的150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50%。 而,AI市场的成长着实飞速,在这次活动的现场,AMD修正了这一预判,AMD预计2023年人工智慧AI处理器市场规模约为450亿美元,高于今年6月的预测。 苏兹峰认为,建设可以与人类智慧相媲美的人工智慧系统,被认为是计算机领域的圣碑,现在已经可以期待。 但是,这项技术的应用才刚刚开始,评估,AI对生产力、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还需要时间。 苏兹峰表示,明年AMD的AI晶片供应量将相当可观,远远超过20亿美元的价值。 预计未来,AI晶片需求将快速增长,市场规模到2027年将达到约4000亿美元。 分析师预估,如果把Alphabet旗下谷歌、微软等公司制造的定制晶片考虑在内, 辉达已占据了大约80%的人工智慧晶片市场。 辉达没有对其AI产品的收入进行细分,但该公司的数据中心业务营收占比已非常大, 今年以来,收入已达291.2亿美元。 这样迅猛的发展态势,也使得几乎所有的科技企业无不投身于AI的浪潮之中。 而凭借多年来在AI领域的深耕, AMD正在构建起从云、高效能运算、企业级、切入式以及PC等端到端的系统级AI基础设施解决发案优势。 具体而言,苏兹峰表示,AMD具有三方面优势,包括广泛的训练和推理相关的产品组合、开放的软体能力, 以及多年来与AI生态系统建立起的深度合作基础。 自去年年底,生成式AI浪潮席卷全球,也显著推动了包括数据中心、智慧终端等对于AI效能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AMD推出的MI300X加速器适逢其时,而众多创新技术的价值下, 也使得MI300X相比于上一代MI250X产品有了显著的提升。 据介绍,MI300X采用了西一代的面向于AI运算的运算架构CDA3, 能够有效针对AI和HPC领域的负载需求, 同时采用第四代AMD的Infinity互联技术架构的3D封装形式, 从而实现对于效能以及功耗的进一步优化。 在针对生成式AI的效能上, 同目前市面的竞频,挥达的H100相比, MI300X在记忆体容量上提升2.4倍, 记忆体频宽上实现1.6倍提升, 8位和16位浮点运算方面也体现出优势。 在一些关键性的AI测试指标中, 如Flash i-10102以及LOMA2,700E参数, MI300X的表现均优于H100。 在由8个GPU组成的单台伺服器的AI效能测试中, MI300X平台的推力效能表现更好。 在训练方面,MI300平台的效能, 则与H100HGX平台的效能相当。 MI300系列加速器产品包括MI300X以及MI300A, 得益于AMD在CPU以及GPU方面多年来的深厚积累, 在CPU、GPU融合运算方面具有独步天下的优势。 MI300A同时将Zen3CPU、CDLA3GPU整合在了一颗晶片之内, 统一使用HBM3G一体, 使用第四代Infinity Fabric高速总线互联, 从而实现结构的简化以及编程的便利性。 目前,MI300X已经实现量产出货, 并获得了多家OEM厂商和解决方案厂商的支持, 包括HOPE、戴尔、联想、超威、技嘉等。 一些分析机构的研判认为, MI300X效能强大, 是对标挥达高端加速卡的有力竞品。 相较H100,MI300X在电晶体数量和显示 记忆体容量上亦大幅领先, 有望于挥达在AI加速卡市场展开直接竞争。 而随着下游应用端的高速发展, 使得微软、谷歌、Meta等众多海外巨头 争相增加算力储备, 算力晶片需求高度旺盛之下, 挥达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或将迎来转变。 受益于AI GPU对CoreOS先进封装产能需求的暴涨, 台积电目前正积极扩大CoreOS产能, 但是可能仍无法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摩根市单利证券发表最新的研报认为, 台积电明年的CoreOS先进封装产能 将由此前预计的每月3万片至3万5千片, 再度上调至每月3万8千片。 摩根市单利证券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张家宏最新调查显示, 台积电CoreOS明年的月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到3万8千片, 进度再度超预期, 代表AI需求极为健康, 更以为AI GPU与ASIC的营收会进一步成长。 针对台积电近期的产能利用率变化, 海通国际证券电子研究主管图德宇认为, 受到苹果iPhone订单放缓, 以及英特尔订单量有限的冲击, 台积电300米制程产能利用率将会下滑, 由第四季的70%左右, 降至明年第一季的65%与明年第二季的60%。 另一方面, 虽然会达GPU需求续强, 但5奈米制程明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也还是会温和拉回。 海通国际根据上述产能利用率情况估算, 台积电第四季营收, 环比增长13%。 2024年一季度, 可能转为环比下滑11%。 答案好消息是, 台积电3奈米制程产能利用率下滑仅为短期现象, 下半年就会急速回温。 海通国际调查指出, 英特尔LUNAR NICMX处理器 先前就已经尾由台积电代工, 近期开始加速。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